阳光底下的彩虹伞耀眼夺目 志愿者挥舞的六色彩虹旗意义非凡 5月17日是国际不在孔同日 宏都拉斯首都德古斯加巴再一次举行了反歧视游行 当地许多团体及同性恋者纷纷走上街头 呼吁大众爱不分性别 尊重彼此反对歧视抗议孔同暴力事件 是军人是丈夫也是爸爸 离别多时如今重新归来 就像做梦般似的难以置信 许久不见爸爸的小娃像树熊般的紧紧抱住爸爸 妻子更用心自作海报欢迎丈夫的归来 5月17日约1000多位长期驻守伊拉克的美军 重返纽约德拉姆堡军事基地与家人团职 画面既温馨又感人 这是007系列电影黄金眼中 邦德使用的阿斯顿马丁汽双 另外还有石碑木乃伊棺木 都是古埃及独有的文物 今天是全球第40个国际博物馆日 而今年的主题则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 这个节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发起 主要是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并吸引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 参与和关注 画面捞到什织前检后 留言请稍有整備用的 在我们时的主题中 thế施貝面 太难了 阔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